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人道众生在增结的时候 随着福报的增长 人类的隐形也会向天界的行为方式过渡 所以说佛教并没有把身理上的满足视为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 而仅仅是视为一种欲见众生都有的行为 只不过盈欲是所有欲望之中最难去除的 也是众生得到解脱的最大障碍之一 从这个障碍解脱的角度来说 隐形是有罪的 而且从戒律的角度来说 违反相应身份的色戒也是有罪的 但佛对在家众所致的戒律中 只是不允许人们发生婚姻关系之外的隐形 并没有说只要学佛的人都要禁止隐形 而且佛也没有说过 所有学佛的人都必须持戒 你可以学佛但不持戒 也可以自觉地持戒 但不持戒是无法向更高的境界修行的 佛并没有强迫人们要怎么怎么样做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正常的隐形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 认为自己是学佛的人 就要对自己无法克制淫欲的行为产生种种负罪感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种负罪感是中国封建文化给我们的精神套上的人性枷锁 在我看来 那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东西 其实证明它不正常的证据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看 中国哪个封建帝王的身后没有三宫六院的 他们坐起来堂而皇之 老百姓就必须会莫如深 就连给老婆买个头饰 也怕成为阴沟里翻船的把柄 所以 对隐形产生的种种罪恶感 焦虑感 都是封建文化在中国人头上射的一种枷锁 这种枷锁的作用是什么呢 方便当时的社会管理 因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了 当时的社会只能是物权社会 人权是束缚在物权之下的 所以 人们就会围绕着欲望满足的方式 做出种种反复的规定 这就是封建伦理道德 对于这种道德既不能说它干净 也不能说它虚伪 总之 这种道德和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道德中心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和封建社会的道德中心是有所不同的 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谈隐形 我们应该明白 隐形是人的本质行为之一 克服隐喻的人其实已经超出了人道 甚至已经超出了欲界天 所以 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去强迫心理 据一些性研究资料表明 有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理的控制下 对自己的隐形产生强烈的负罪感 他老是想克服这种欲望 但又总是克服不了 结果克服性冲动的愿望 反而让他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隐形上 本来人在隐形之后是要休息一段时间的 这是正常的间歇期 但他一自责 心里一紧张 这个正常的休息过程反而没有了 成了连续行为 这反而导致了隐形过于频繁 对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所以 在家人要想健康愉快地修行 那就先要摆脱 对正常隐形的道德强迫心理 要知道性罪恶感 是中国封建文化扭曲人性后造成的 而封建道德的根本作用 只是为了方便当时的社会统治 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存在其中 而佛教对隐形 从来没有做过不道德的规定 佛教只是认为 隐喻是众生脱离生死的根本障碍之一 为了处理苦海 所以要修断隐喻 而修行人的行为只要不违犯戒律 就可以建立得到解脱的基础 当然 我们这里都是对在家信众说的 因为出家人受戒后有戒体 戒体可以帮助修行人 在欲脑中得到清凉 这其中还有这样一层奥妙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行 但是为了向更高的层次修行 我们还是要有修断隐喻的愿望 但大家要明白 在家修行的人最终是要断隐喻 而不是断隐行 如果只是断隐行 那么太监都是圣人了 怎么断隐喻呢 那就是要按佛说的方法去实修 有很多人认为断隐喻是强行断除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断隐喻是按照佛说的方法一步步深入去修 慢慢地去除了业力 习气 执着等一系列烦恼因之后 自然淡化消失的 但一定要真正修法才行 如果大家不肯放弃一些习惯和享受 老是受到各种刺激 那有愿望也是没用的 要断隐喻 先要从在家八戒开始修 修的时间长了 隐喻就退了 不是说要没有时 它就没有了 但你可以轻松地掌握自己 控制一下就消失了 那么开始的时候做不到怎么办呢 请大家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也不论自己能不能做到 断除隐喻的根本方法 并不是强行克制 而是要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业力习气 这才是断隐喻的根本方式 比如敌人很强大 我们可以小部队小部队地消灭 最后再全部消灭它 如果一开始就大张旗鼓 全副武装去拼搏 那是少有不失败的 所以 凡是有志气 修清净范行地在家中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请您先不要对自己的隐行感到负罪 应该通过正常的性生活 让生命力的郁节解散开来 接下来 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地 使自己的生活清净 从各个方面着手 渐渐地让它越来越清净 并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戒行清净的真正快乐 佛说 持戒是快乐的正因 这是事实 反复认为持戒是受苦 就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肯亲自去试试 一旦体验到了清净所带来的身心快乐 你们就要明白 自己的淫欲正在不断地退化之中 这时大家可以亲自比较一下 看看自己的隐行是不是越来越少 而且欲望越来越淡 当然 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持戒就能成就的 最好能常常学习佛经 因为这既可以开证智慧 又可以消罪积福 要知道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所体验到的种种法乐 其实都是福报的表现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步骤 首先 我们要明白 佛教对隐行是有约束的 但这种约束只是为了让众生得到解脱 与道德罪恶感无关 而传统中国文化的性道德 其实是对人性的扭曲 其中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 第二 在开始修清进行的时候 要有断出淫欲的志向 但不用断出正常的夫妻生活 第三 断淫欲的基础方法是 守好在家八戒 不能吃婚心 穿着要朴素 要求要低 不要看电视和电影 不要听音乐和跳舞 不过我觉得可以学习高雅音乐和舞蹈 因为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素质 不要睡大床 也不要老实去尊贵的场所 工作要求除外 对于在家不邪淫介 除了非法关系不能同房外 我觉得还要遵守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说淫欲的产生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跟随自然生理周期产生的 另一种是因为外界信息刺激产生 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淫欲后一种信心里产生的淫形 也是不健康的 最好能控制自己远离这些刺激环境 而对于自然生理活动产生的淫欲 并没有什么禁止 有人说那也要尽量减少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人的天赋不一样 有的人天生淫欲很强 有的人就很淡 而且我们说过 制服淫欲的正确方法 不是直接去克制它 而是采用迂回战术 各个击破 所以对于自然产生的欲望 夫妻之间不必克制 怎么样的淫欲是自然产生的呢 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过了几天 淫欲忽然就来了 你也不知道 是由什么外界条件刺激引起的 那这就是比较纯粹的生理淫欲 满足这种淫欲 对你的心理健康 不会产生伤害 第四 八戒不必一下子持旗 可以一条一条加上去 在持戒的同时 要多学佛经 多诵佛经 多念佛 多修实善行 目的是为了 颤除业障 积累福报 越有福报 在清静修行的过程中 就越容易体验法乐 持戒一旦体验到了快乐 戒行就会坚固 而戒行的快乐 就会在我们心中 失去原有的地位 学习精益 能帮我们增长智慧 有了智慧 很多事情就能够看开 不会再像过去 那么执着了 第五 我们会发现 自己的性需求 越来越轻 但最后如果有条件 最好能完全停止 否则老师和爱人同房 就会永远 没有断除的机会 如果实在 没有家庭条件 可以找一个机会 长期断除隐形 证明自己 可以完全把握自己 有了这个信心 学佛就更精进 然后再恢复夫妻生活 但不可以 因此就放弃八戒 除非您受了菩萨戒 到这里 断除隐喻的要点 和方法就讲完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